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标要值的两种方法 那么上面讲的两种方法呢 在理论上虽然正确 但是在实际进行参数择算的时候非常麻烦 特别是当变压器的变比呢 因分接头的位置改变而改变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参数呢 都必须重新计算 因此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呢 带变比的变压器的等值电路 这个呢 在电力系统的计算机计算当中呢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就是呢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前面的 不管是有名值还标要值的计算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要进行要建立一个多电压等级的 等值电路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有的参数呢 都要按照变压器的实际变比 规算 或者呢 用标要值的方法 我们讲到标要值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把我们所选的变压器 那个基准值的电压 按实际变比 把它规算到各个变压侧 那么这里面都要用到了变压器的变比 那么当变压器的变比呢 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计算 全部都要重新来计算 因此呢 它就没有得到用这个标要值计算的一个好处 那么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线路当中 也就是对变压器 我不用我们平时给出的格型等值电路 而我另外寻找一个等值电路 而这个等值电路 它本身就带有变比 它本身就带有变比 我们呢 让这个变比呢 也参与建设在这个等值电路当中 我们在前面的计算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变比呢 它只是在参数规算的时候 无形的参与了我们的整个计算 那么真正你变比一变化 我又要把所有参数计算 它并没有反映在等值电路里 那么我们现在就找一个带变比的一个变压器 就把它反映在等值电路里 这样呢 我们事先呢 把所有的参数的规算好 用有名值规算也行 用标要值规算也行 你放到本级下做也行 你不放到本级下 把它规算到另外一级下 再来做都可以 你随便用哪种方法 那么我在你参数规算好以后 将来变压器的变比 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原来规算的参数是多少 我只改变什么呢 只改变我的这个变压器的变比 等值电路上的这个变比 变比一变化 它就等值的相当于我们完成了刚才用手算的时候 变压器变比规算以后 它的那个变压器变比变化以后的参数规算过程 那么这样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每次分接头发生变化以后 在等值电路里我只要改变变压器变比 其他所有的参数我都可以不用动作 就不用动了 那么这样子一个 加入这样子一个等值电路来解决我们参数规算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用一个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呢 它是带变比 我们把它的等值电路呢 反映出来 那么这样呢 和这个变压器所接的所有各侧的网里面的电压呢 我都不用规算过的值 而都用实际的电压和电流值 当这个变压器 它的这个 就是说你加在这个网里加了这样一个变压器以后 那么不同电压等级之间呢 就不要再进行参数和电流的折算了 这个呢 就跟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画出来的等值电路 一定是同一个变压等级下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时那种情况下 变压这个等值电路里面没有带变压器的变比 它不能够自动的进行电压的换算 而我们加了这个变压器 带变比的变压器的模型以后 那么这个网里面的等值电路可以是在不同电压等级下的 由这个变比来 用这个带变比的变压器呢 把它分割成不同的电压等级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种呢 带变比的变压器呢 把它转换成一种派形的等值电路 这样呢 这个变压器就可以像线路的 这个派形等值电路一样 和其他的元件把它连接在一起 而且呢 我们不用对它呢 再进行任何的折算 这个整个网里不用进行折算 当变压器的分接头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改变变压器的派形等值电路中 与变比有关的参数 而其他的参数呢 都可以保持不变 这一点呢 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方法 和现在介绍的方法 中间有一个过渡 那么大家要搞清楚 首先要搞清楚 原来计算的时候是怎么计算的 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你才能知道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要在电路当中呢 把变压器的模型换了 而不用我们原来的格型电路了 而是用一个带变比的变压器 那么这两个的不同呢 那么在前面说的这种方法里 我这个网络的额定电压 经过折算以后 我们得到的这个等值电路 一定是同一个电压等级下的 而现在这种情况 可以是不同电压等级的 就是说我这个变比的连接了实际的网络 你实际网络是多少 就是多少 当然你也可以有 根据你的习惯 对吧 我可以呢 用有名值来做 也可以用标要值来做 这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样子加进去以后呢 我们原来折算好的参数 不必再变化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把变压器的 带变比的变压器的等值电路 把它导出来 然后接在网里 那么它就可以和其他元件 连在一起进行这个网络的计算了 那么如果变压器的变比 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我只要改变这个等值电路当中的变比变化 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 为什么提出来是很显然的 怎么来解决 那么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 电力网当中呢 应用这个等值变压器模型的时候 有这样三种方法 书上也给了大家这三种方法 但是书上的这个推导呢 不容易看懂 其实你只要理解了它的意思 就行了 书上实际讲的呢 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呢 也就是这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带变比的变压器模型 加到这个网络里的时候 我这个变压器的所连的 这个网络里面呢 是用有名值计算 但是网络的所有的参数都没有归算 而且变压器的参数呢 我们是归算的低压侧的 我们把变压器的参数归算的低压侧 而且网络都没有归算 那么比方说是我一个变压器 它连接了一个20 那么高压侧20 低压侧是110 那么我们两边的参数呢 该多少就多少 但是变压器你在这个网里 它的参数必须归算 你要不归算的高压侧 要不归算的低压侧 你总要归算 那么一般呢 我们把它归算的低压侧 为什么归算的低压侧呢 主要是低压侧没有分接头的变化 即便分接头发生变化以后 我们归算的低压侧的这个组织 是不发生变化的 一般我们把它归算的低压侧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就是这个网呢 就是实际网络 唯一跟原来实际网络不同的呢 就是我把原来的变压器呢 除了阻抗以外 我还加了一个变比 还加了一个变比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这个 呃原来的这个呃 变压器的这个有名值 而不是就是原来的所有的参数的有名值 呃和变压器的参数的有名值呢 都已经按我们事先选定了一个变比 归的高压侧 那这个变比 我先不管你实际变比变不变 我先人为的选一个变比 我选好这个变比 一般呢这个变比呢 都是选两端电压的额定值 比方我110和220 我不管你变压器实际变比 实际分界都放在什么位置 那么我就是按220和110这个变比 我把所有的参数都归到220去 我都把这个都已经归好了 你这样呢 你这个变比不是要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我用变压器的变比来修正你 我让变压器的这个变比发生变化 对吧 那么等值的就修正了你 这个呢我们的教科书上给大家列出了 这个修正的公式 这个公式呢你只要理解了一看就能看懂了 你要不理解不知道它这个变比 为什么这样取是吧就是它这样子它这个变压器的变比 它就取成什么呢 取成实际变比和基准变比的比 对吧 那么你用公式把它展开以后就会发现 这样子你取这个变比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把变这个所有的参数呢 按实际变比把它折到高压侧了 那其实很显然 那你原来的变比呢 我把它再用实际变比折到低压侧去 那然后我再按实际 按真正的变比把它归到高压侧 它的变比取法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看起来如果你不理解里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奇怪 搞不清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这样折来折去 实际上它就是为了 我有些网里面是这样 它习惯于这样做 它就把这个所有的参数 我还是把它都归到同一侧去 但是由于我为了避开这个变压器变比 变化造成的问题 我就选两端的额定变压的比 我先把你折到高压 那么这时候呢 我再加一个变压器 我加的这个变压器带理想变比的 对吧 那么这个理想变比的选择的时候 我就选实际变比去除上一个你原来折算时候的基准变压 那这个就很好理解 你把那个公式一看 你把实际数据和这个这个变比一乘就会发现 它就相当于把你原来折算的这个 原来按你选的你自己选的这个基准电压的比 又把它折回到低压 然后呢又按这个你实际的电压比呢 又把它折到高压侧了 那么这种它为什么要这样的这样子来回折呢 主要是每个网络它运行的这个用的这个参数不一样 比方它原来一直是这样 我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不必去改原来的参数 还用一种第三种方法就是标值 这个标值 这个标值的方法呢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第二种方法一样的 那我把所有的参数呢 我先都把它归得高压 那或者用我们标值的第二种方法 我就是按着我们选定的一个标准 一个选定的一个基准 我把你的电压折过来了 然后把它也画标值了 但是你这个变压器分阶头一变化的时候 那我所有的参数也要发生变化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等于相当于用变比来调整你 那我加一个理想变压器 这个理想变压器的取值呢 我的分母呢 还是取你的实际电压 分子呢 就是取你原来做画标夭值时候的基准电压 那么这样就把它又画回了 就是按实际电压 又把它画成了标夭值 那么这个变比在这起的作用就这样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 我加了这样一个变比以后 我原来的参数我就不动了 我原来得的是什么参数 是什么参数 我不用去算 只要变压器的变比变好 我只改变变压器变比的模型就完了 对吧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 首先看一下这个 两绕组的变压器 我们先看一下两绕组的变压器 这个两绕组的变压器 它的一次测和二次测的额定电压呢 分别为U1N和U2N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变压器的这个漏抗呢 折算到一次测 折算到一次测 那么我们分别呢 用这个V1T和Y1T来表示 那么这就是变压器的它的一个理想变比 理想变比 我们用革新电路的时候 当时只用到这一部分 现在呢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电路里面又加了一个理想变压器 这个理想变压器呢 它没有阻抗 只有变比 对吧 就是我们变压器组的U1和U2 好 那么如果比方说是我不加这个变压器 那这个U2一撇呢 就应该是把这个实际的U2折算到一次测的一个值 那我现在加了这个理想变压器以后 那么我这边的这个变压呢 就应该是它的实际值 就应该是它的实际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变压器的革新电路 我们把所有的参数呢 都把它折算到一次测了 那么这个电压就是也被折到一次测 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连一个理想变压器以后 那么后面的这个电压呢 就又 我这后面如果接到网 那你网是多少电压等级 它就是多少电压等级 对吧 那么这个理想变压器呢 它呢 就是没有利次电流 而且也没有漏电抗 对吧 那么也就相当于它的漏电抗 等于零的一个理想变压器 那么这个理想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呢 就是原来变压器二次测的真实的电压和电流 这两个呢 关系大家先搞清 对吧 那么原来呢 我们是要归算 对吧 我们必须要加一个变压器 我现在呢 就是我把这个值呢 要归的高压侧 对吧 现在呢 我就用一个变比 你归算那个变比 我就把它搞成一个显示的 原来你是隐藏的 我算这两个值的时候 我用变比来算了 对吧 但是你在等着电路里 并没有反应它 现在呢 我就让你明显的在等着电路里反应出来 我这边还用我原来老的一个变压 对吧 那么这个电压 经过这个变压器的变比 变化 就过来了 这样就使得呢 我们的这个等着电路就发生了变化了 对吧 这个等着电路就发生了变化 就相当于呢 在这个串联回路里 除了有一个串联的阻抗以外 还有一个理想变压器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理想变压器 来进行这个建模 来进行建模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不考虑它的并联回路 它的并联回路对我们建模并没有影响 我们只考虑它的这个串联的回路 那并联回路嘛 你将来这个模型建好以后 比方加在一侧 我在一侧 把它的并联之路加上去就完了 它不影响我们建模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在理想变压器的这样一个等值变压 等值变压器的模型 怎么来推导 好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这是一次侧 这是二次侧 两边的实际电压 因此呢 在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列出变压器两端的电压 和电流的关系 我们可以列出这个电压电流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U2呢 它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U1 减掉 IAE在ZT上的压降 就得到了这一地方的电压 对吧 然后这个电压呢 我们再用理想变压器的变比 把它折到二次侧 就是这一公式 对吧 折到二次侧的电压 是不是就是U2的电压 对吧 就这一公式 然后U1和U2之间呢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呢 我们把I1折到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I2 这个电流应该是I2 我们把这个I1的电流呢 通过变比折到I2 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电压呢 是开背 对吧 那么用开来折算 电流呢 用开分值一来折算 这个地方应该是I2 好 然后得到这样子一个公式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变一下形 我们把I1和I2呢 把它用从这个式子里呢 把它变成这样 这个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I1 对吧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I1等一下 I1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开先除过来 对吧 把开先除过来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 把这个开呢 盛进来 对吧 我盛到这个U1和这个上面 然后呢 把这个I1呢 我们把它解出来 从这个式子里解出来 那么就有前面这一部分 对吧 这个很显然的 对吧 我把它盛过来 然后分母呢 就把这个开ZT呢 除过来 对吧 得到的这个值呢 然后因为这地方有个负的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呢 移到这边来 把这个移过来 这就是开U1-U2 再除这个 这就是它的值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部分呢 我们做个变形 对吧 我们把它做个变形 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子 把这个I1呢 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 这个式子展开以后 就等于它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 把它看一下 对吧 展开以后就等于它 好 我们得到I1了以后 把I1呢 再除上一个变比开 我们把I1呢 再除上一个变比开 那么就得到了 后面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式子呢 就相当于把前面 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除了一个变比开 那么这地方呢 因为两个的电流方向不一样 一个是流进去 这个是往往里流 这个是 也是往里流 所以它们两个呢 有一个符号的关系 那么把这个符号 带到里面去呢 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U1-U2 这个就变成U2-U1了 好 那么从这两个公式很关键 对建立我们的派形等的电路 很关键 我们从分析一下 这两个式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从分析一下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看到 这个I1呢 就相当于从这边流进来的量 它等于U1-U2除了一个ZT 那这就是一条回路上的电流值 I1呢 它相当于等于两个之路上的电流值 其中之一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 U1-U2除个ZT 那么就相当 开背的ZT 就相当于 这个电压 减这个电压 除了一个这个 得到一个串联回路的电流值 这一部分呢 我们明显的看出来 它是一个并联回路的电流值 它这个电流呢 并联回路电流 跟什么有关系呢 只跟U1有关系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并联了一个导纳 对吧 这个导纳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它的这个值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Ki-1除上一个Ki 对不对 那么这样我们是不是看出来 这个I1呢 它就有两条之路 一条并联的之路是它 那么一条串联的之路是这个电流 一个并联的之路的电流就是这个 那么至少我们看出来 从I1来说呢 它应该有两条 有两个之路 下面我们再看I2 I2呢 我们的箭头是像里的 那么我们从它的这个公式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它也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我们看到它是等于U2-U1 同样它除的也是Ki倍的ZT 这是个组抗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I2呢 它也是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呢 一部分呢 是这个电流 I1-I2 是这个电流 另外呢 它也有一个并联部分 它也有一条 跟这个U2相连的这一段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 它呢 也等于一个导纳 只是呢 这个导纳呢 跟U1连的导纳不一样 U1连的这个导纳是Ki1 Ki-1除Ki 然后再除上一个ZT 而它呢 是1-Ki除一个Ki平方 再除上个ZT 这两条之路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公式呢 明显的看出来 带有这个理想变压器的 这个之路 我们可以用一个 Pi形等值电路来表示 那么就相当于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这条之路呢 我们就可以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 如果我们现在 都用导纳来表示 我们都用导纳 每一个元件 全用导纳来表示 那么这里面的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Y1-2等于Y2-1 对吧 它都等于ZKi 分值1 对吧 那么ZT分值1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YT 那么因此呢 这个Y1-2呢 它呢就等于这个数值 对吧 它就等于它 好 下面我们再看Y1-0 对吧 我们再看Y1-0 这个Y1-0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呢 是由这部分的 I1-1的这个变流 加这个点 这个变流呢 等于它除它 相当于乘这个导纳 也相当于除这个阻抗 那么这个回路呢 我们用导纳来表示的时候 那么就相当于 用这样子一个式子来表示 YT呢 ZT分值1呢 还是等于YT 对吧 也就说 它们两个 一个是用阻抗的形式表示 一个是用导纳的形式表示 也就是它的这个派形电路的 这条支路里呢 它的这个参数呢 跟变压器 归算到某一侧的 这个ZT值是有关系的 它变连支路也是有关系的 那这我们已经看出了 变压器的等值电路 它跟我们前面讲的 变压器的革芯电路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这是这个I1-T 那么这个Y1-T Y1-0 Y2-0呢 也就是接在这个派形电路的 二次侧的 它呢 就等于 一减开除上一个开方 再去乘上一个YT 那么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得到这个等值电路图 完全是通过 这个电压电流的等值过来的 那么U1和U2 I1和I2并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派形 这个派形电路里的参数就等于这样一个参数的一个派形电路呢 我们可以呢 把它来代替这一部分 那么我从端部来看 U1还是U1 I1还是I1 U2还是U2 I2还是I2 那么也就是说呢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ZT和在变比的这样子一个一个阻看和一个变比串联的之路呢 我们用一个派形电路来代替了 但是这个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在这些推导的过程当中 它是按照什么样一个标准形式来推导的呢 我们是按ZT是在1的一侧 而这个Ki呢 是放在2的一侧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推导呢 就在这个 你比方向这个公式的得到 就是在这个关系下 我们才得到的 对吧 如果我们的这个变压器的 这个等值变压器的模型 不是这样一个模型的时候 那么我们得到的派形等值电路也不一样 对吧 那么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带变比的变压器的等值电路的时候 首先要把它变换成这样一个等值电路的一个模型 一般来说呢 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型 ZT呢 放在1的这一侧 那么这个Ki在哪一侧 这很重要的 Ki在哪一侧 因为Ki在2的这一侧 那么它的这个 两个的变 两个的对地的 这条支柱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请大家知道 就是说呢 因为它的这个等值变压器的 这个等值变压器 它的两个并联之路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标准形式的要求也是严格的 你必须是把它画成这样一种标准形式 那么我们才得到 才得到这样一个等值电路 而且呢 它的两侧所接的参数是不等的 Y10是等于这样一个值 Y20是等于这样一个值 也就是说呢 你标准 你的这个便比Ki在哪一侧 哪一侧在平方向 一侧 不带的这侧呢 是Ki-1除Ki 另外一侧呢 是1-Ki除Ki方 这点呢 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 这个要是搞错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模型就不对了 那么我们这个模型的推导 是按前面的标准形式推导来的 将来如果你要用这个派形等值电路 你必须也要把原始的边压期待 便比的那个网络呢 化成我们的标准形式 如果不是标准形式 你要把它化成标准形式 然后再用这个结论 再用我们推出来的结论 好 这个模型呢 我们看到 虽然它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输电线路一样 是个派形等值电路 但是呢 这个电路呢 它的优点就在于 它可以体现 电压的变换 在多电压等级网络里 如果我们把边压器呢 用这个代理想 变比的模型来代替 我们就可以不用进行 参数和变量的规算 那么我们当边压器的变比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只要改变这三个数据就行了 那我边比发生变化 我只要改变开 就可以了 在这个网里 我其他所有的参数都不变化 只改变这个 只改变开 我只要把这三个参数 重新计算 就完成了这个参数规算的 它的工作了 那么这样呢 就带来很大的好处 那么这种呢 也使得呢 我们电力系统当中 原来有一些参数呢 必须要经过边压器的规算 那么得到的 带来的一些 这个近似呢 得到了科夫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变压器的这个 派型等值电路 它的物理解释 那么这个 变压器的派型等值电路 它之所以能够用来 反映变压器的变比关系 其实呢 它的物理解释是 主要是两个并连之路 主要是它的两个并连之路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并连之路呢 因为有一边呢 是开减一 一边呢 是一减看 那么也就是说呢 当你这个变比开 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 比方我开大于一 我这个变比开大于一的情况 那么它就是负值 这个就是负值 那么如果开呢 是这个 大于一的情况 那么这边呢 就是正值 这个就是正值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通过这个 它两边 一边是 总是有一边 当开呢 大于一的时候 那么二侧 也就是Y20侧呢 它是一个负值 Y10侧是个正值 当开小于0的时候 Y10是个正值 那么Y20 Y10是负值 Y20是个正值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通过导纳 以及这个ZT的不同的性质 你或者是感性 或者是荣性 而就是它里面通过的功率呢 而使得在ZT两端产生的电压 有升有降 这个我们在前面 讲这个自然功率的时候 也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当一个阻抗上面 它通过的是感性功率的时候 产生的是电压降落 当这个阻抗上面 产生的流过的电流 是个溶性的时候 它实际呢 是一个电压升高 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吧 因为我们一个电溶性的电流 流过阻抗的时候 那么 因为我们在阻抗 这个电抗上面的压降 它总是 它产生的压降 总是呢 超前电流的 那由于电流呢 又超前 加在你这个阻抗 两端的电压 那么这样就使得 你的这个溶性电流流过电杆的时候 产生的压降和你这个 本身线路上面的压降 是相反的 但相反的 那么就使得你的这个电压降落呢 实际上呢 是升高的 实际是升高的 就本来你是电压降 现在变成电压升了 你要是个溶性电流通过的时候 那么因此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 变压器的电阻 这种呢 往往是可以忽略掉的 从前面的立体 我们也看到 那么我们这个电压器的电阻呢 往往小于小于我们的电抗 忽略电阻以后呢 这个ZT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这个纯电感 一个纯电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凯大于1的时候 当凯大于1的时候 那么Y2 Y2呢 是一个一减凯 一减凯 出上一个凯的方 那么Y2呢 它实际上 流过的 它的这个支路里面 流过的是一个溶性的电流 它流过的是一个溶性的电流 那么溶性的电流呢 流过这个阻抗Z的时候 那么它 实际上呢 就起到了电压升高 那么 当凯小于1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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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Y2呢 它实际上呢 就变成了一个 感性的电纳了 把它变成感性的电纳 那么当一个感性的电流流过 这个阻抗 这个阻抗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是 产生电压降 使得U2 降低 因此呢 我们这个 变压器的 派形等值电路呢 它能够反映 变压器的变 因为变压器变比改变 无非就是使得你 末端电压升高 和末端电压降低 对吧 那么它这个呢 就 有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对于变压器的这个 派形等值电路 它实际上呢 已经不具备 我们前面在讲 变压器等值电路时候 它所具备的这个物理意义 对吧 比方呢 我们在前面讲 革形电路的时候 这一部分呢 它的并连之路 就表示了它的 铁号 和它的这个 粒磁电抗 对吧 串连部分呢 就表示了 它的铜号 和它的漏抗 但是因为现在呢 你的串连部分呢 它也有变比存在 所以你就不能认为 它 纯粹反映 那是变压器的 铜号和漏抗的关系 而它的两个 并连之路呢 也不存在 这个物理关系了 那也不存在 这个物理关系 实际上 这三个电抗之和呢 是等于零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只是一种 派形等值电路的等值 我们不能够 用理解 隔行电路的 那个边压器的 物理意义来理解 派形等值电路 是吧 这就是一种 纯粹的数学推导 是吧 我纯粹的数学推导 推导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 派形等值电路 那么我们就用 这样一个派形等值电路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边压器的 派形等值电路的特点 那么首先呢 用这个派形等值电路呢 本来呢 我们边压器呢 是有磁之间的偶合 我们去掉了磁的偶合 完全都把它变成 一个电的关系了 对吧 那么它实用于 计算机计算 那么由这个边压器 它求出的二次侧的电压呢 就是二次侧的实际电压 你不用再进行 规算 再一个呢 三个阻抗 或者是三个导纳 可以把它用 我们在前面推导的时候 用阻抗形式推导的 对吧 那么由于呢 在电力系统当中呢 我们在进行 整个复杂网络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用导纳 因此在这呢 我们也用导纳给出来了 那么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呢 它有 有阻抗表示的派形等值电路 也有导纳表示的等值电路 那么我们 因为后面呢 要用到它呢 是用这个 形成导纳矩阵 因此呢 我们用导纳来表示它 它只是呢 一个数学的等值 它没有物理意义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对吧 另外它三个导纳呢 都与便比有关系 对吧 都与便比有关系 实际我们从刚才的公式里 可以看到 当便比等于1的时候 如果便比等于1 那么两条之路都不存在 对吧 这两个都是0 而这个呢 就退化成了我们普通的变压器 对吧 就跟我们普通变压器的情况是一样的 只有变压器呢 它在大于1 便比在大于1和小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派形等值电路 它才起作用 对吧 分接头发生变化以后 派就变化了 那么分接头发生变化 无非就是 使变压器末端的电压 或者抬高 或者降低 另外两个并连阻抗的符号 是相反的 那么符号呢 往往呢都出在 电压等级高的一端 好 如果一端空载 那么它的这个是 就是从另一端看进去 那么它的阻抗会无穷大 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们这个呢 如果考虑变压器的 除了考虑电压的 模值的转变 而且还要考虑两端 有相位移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变比 如果考虑成 浮变比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用 两端口的方程来 就是我们前面给的 这个方程来做 但是呢 没有办法呢 把它画成派形等级电路 也就是用浮变比的时候 你用电流方程是可以 但是你没有办法 把它画成派形的等级电路 不能把它画成派形的 等级电路了 那么这个呢 是大家要注意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 看一下这个三绕组变压器 三绕组变压器呢 它的这个派形的 等级电路呢 它实际上 跟两绕组变压器的概念 是一样的 比方说是我们现在这个变压器 我们如果三绕组变压器 我们把所有的参数 都归算到低压侧 我们把所有的参数 都归算到低压侧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U3是实际值 那么U1和U2 实际上呢 它都已经变成了 归算以后的值了 那么我们要来 对它进行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对它进行计算的时候 只要怎么样呢 在变压器的这一侧呢 我们把它加上理想变压器 把它加上理想变压器 这个影响变压器呢 它漏抗等于0 只是有一个变比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变压 就又变成了实际电压 那么这一侧也变成了实际电压 对吧 那么对于这样子呢 我们对这条之路 只要把它画成 凯比1的形式 又可以用 刚才介绍的 用这个变压器的 派型等值电路来计算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先讲到这 那么对于三绕组 这个派型等值电路 我们下一讲再接着讲